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相信这个大家如果说假设你上次有听你应该还有印象 那假设你上次没有参与到欢迎你可以去我们YouTube上面找 是在去年年底2023年12月28号的时候我们有聊过这一集 我觉得那一集非常的精彩 那没有听的人可以去那个再把这一集找出来听听看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你这本书其实在写着就是辨识理解 驯服或放生 那这最后其实就这个后面已经有这个驯服或放生 不是直接放生吗还有一个到底是不是要驯服他 那也就是不见得每一个妈宝都不好 我们上次聊其实也发现其实很有一类型的妈宝男 他们其实很有责任感的 然后他们也很温暖很温柔 只是那像这样子的人就是你会觉得好像离开他有点可惜 而且他的出发点其实他也真的是孝子 那但是你又很痛苦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就是进阶叫做妈宝男使用虚知 所以先告诉大家上一次假设你今天听完这一集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除了可以就是参考看看老师的妈宝心理学这本书之外 也欢迎大家去找我们2023年12月28号的这一集的这个YouTube上面的影片来看 那一集聊得也非常精彩 好我们回来讲 先来讲妈宝男你说就像我们刚刚讲 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好的一面 对 但是这些好的一面在另一方面 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一刀两人 就是一刀两面嘛 他有时候也会给你带痛苦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妈宝男的阳光面跟阴暗面 其实妈宝男的阳光面就是我们在说的上次也提到反复提到说 有些东西男生有这个特质还真的蛮天菜的 比如说很贴心很温柔很懂你的心思 甚至你还没有讲他就已经可以猜得出来 这种很厉害的猜心的方式 其实说真的在男生身上是很天菜的一件事 那妈宝因为其实跟妈妈有很紧密的关系嘛 他其实很知道跟 他至少很有跟妈妈这个女人相处的经验 所以他这个经验被长期训练之后 也会变成他的一个很好的特质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妈宝男这样的男生相对来讲是比较阴性的 有的人会说他很娘或很女性 可是比较如果更中性的说法再讲是阴性 就是这种比较感性的啊 或是比较温和温柔 或是可以理解这些心思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他的阳光面 但阴影面其实也是一样啊 那个阴影面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 当他跟他的这种温柔或心思是被妈妈训练出来的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 有妈妈又有你 有另一半的时候 而两边都需要他的时候 他很容易翻脸 那个翻脸不一定真的是暴怒那种翻脸 他可能就是一种转过来说 可是现在他是我妈 所以我需要先做这件事 或我需要先顾我妈 我需要先管我妈 然后那个脸就转过去了 然后这个翻脸的过程 对另一半来讲其实会很无情 然后就个困惑 就是那到底刚刚是怎么一回事 或之前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是很贴心吗 他其实还是很贴心 可是现在这个贴心不给你了 给了妈妈 像你上次其实就一直有提到 就是说你在写这本书之前 你其实在低咖上面就去找了很多的文章 我都发现那个低咖上面是女性居多 是不是 是吗 因为打妈宝有很多人都在上面讲 对不对 然后因为像以前 以前我知道就是有一段时间 现在还是有啦 但因为我自己没有玩 就是PTT嘛 PTT 是PTT还是P 我有玩 PTT是男生居多 对不对 PTT 我觉得要看版 真的吗 可是我没有逛婚姻版 婚姻版我不知道比例怎么样 对 PTT好像因为我记得 我看过一个调查 就说现在在PTT上 大宗的是 其实是40 40到50岁 30 35还到50 我觉得应该35到50差不多 对 就是不是年轻的 并不是真的 但这群人 其实是因为他们从大学就开始 在那个上面 然后以男性居多 那你在低咖上面看到 这么多在讨论妈宝 那就代表低咖上面女生 其实可能比较多 那你也说你在上面搜寻妈宝 你会发现 大家讲的这个妈宝 列出来的妈宝清单 有很多特征 没错 对 但是好像都是比较副相的 对 其实是忽略掉 你刚刚所说的 他可能比较贴心 比较窝心 比较会阅读空气 这些都没有讲到 所以这其实是一体两面 没错 好 所以妈宝的男的阳光面 跟阴暗面 阴影面 其实真的要来讨论的话 那阴影面的这个部分 它的影响 会比阳光面更大吗 你觉得 或者是说就真的像刚刚说的是 一体两面的 有点像是 你拿了一个同伴 你就不可以说 我只要十元那一面 我不要人头那一面 一样 就是你拿到了十元 你就会有人头 拿到了人头 就会有十元 所以很多时候 的确阴影面对关系的影响是大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那个翻脸 那个逃避 那个闪开 那个就跑去找妈妈的 瞬间 你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个人变了 这个人不爱我了 这个人不用心了 或是这个人长不大 我觉得是那个瞬间的这种 被牵动的情绪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很想要怎么样 公审他 就是回到第一看嘛 上网就开始说 他是不是这样做 他是不是就是妈宝 我是不是应该放声他 就会开始讲很多很多这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公审背后 其实都有一个 被糟蹋之后的愤怒跟难受 然后就好需要 就是大家来评评理啊 难道有人这样做 真的是OK的吗 你们说真的可以吗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妈宝的确很会讲话啦 他很会讲话的时候 他也可以把错丢回到你头上 所以确实也有人会觉得说 难道是我错了吗 难道我这样子真的不对吗 就会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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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错在里头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在资商的经验里面 有一个观察是 对错可能在一开始 最早那种选伴侣快筛的时候 可能有用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 要跟这个人往下走 比如说你们已经结婚了 或是你们是进入长期关系了 我觉得那个对错的 有用的效率 就会慢慢降低 就是好吗 对吗 好吗 错吗 所以呢 对 不然都已经这样了 不然你要怎样 就会有很多这种感觉 那除了一个逃避翻脸之外 其实你在里面讲到好男人的音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好男人的交易 这是什么 那个交易其实指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的时候 他为你讨好付出 比如说很贴心问容 是期待你可以有一个回报 那个回报的意思 比如说像 其实跟妈妈的关系很有关嘛 比如说我好好的对妈妈 妈妈本来比如说就会 请我吃饭啊 或者是 我有房子住也是妈妈跟爸爸一起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 好像很觉得说 我如果这样做这样做这样这样这样做 那你就会 也可以回应到我 然后我也会被认同 我也会被好好的对待 这里面有个隐藏版的合约在这里嘛 对啊 那这也是很多那种 我们说有些男生最后变成勾勾底 就是这样 笑心感动天嘛 我如果一直为你做 为你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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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应该也会如我所想的 回报给我 就这里有一个关联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我觉得什么事情 真的就是一体两面 你好难 你好难就说 我只想要这个好处 而不想要接受它的坏处 好比如说我们想到 我们觉得有些男性 你会觉得他好像很不贴心 很不会看脸色 然后可是通常这些男性 就是比较不体感觉啦 不是说真的是不体贴有两种 不体贴一种是什么 他是大男人主义啦 或者是真的对你这个大呼小叫 这种当然是我们不包含在内 但有一种不体贴可能就是女生会期待 你要更温柔一点啦 主动想到啊 你应该天冷了 你就想到我会冷啊 之类的 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节 你应该要怎么过啊 这种 这种如果男生没有想到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他不体贴 可是我观察 像这样子的男孩子 有时候他们其实也比较不计较 不知道为什么 就他的个性就不计较 所以因为回到你刚刚所说的好男人的交易 这件事情 这些男人他也不会 如果他今天为你做了什么事情 他其实不太认为是你要回报我 就是我想为你做 对不对 对隐含一个原理啦 我们在讲刚刚讲说那种体贴的男人 跟没有那么体贴 但不计较的男人 有些所谓的体贴 其实后面是讨好 那讨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先把我的需求放一边 我现在先完完全全为了你 然后以你的需求为主 可是我在心里想 就是刚刚讲那个隐藏的交易是 但如果我这样子完全让你满意了 得到你的认同了 那你也会满足我的需求吧 完全就是小孩跟妈妈之间的那种 没错 那种模式 所以我们人一出生 第一个会学会要讨好的人 就是我的爸妈 对不对 才能活下去 我要乖乖 我妈才会怎么样 对不对 对 所以好 所以这个好 这个妈宝男的阴影面 就还有刚刚所说的 这个好男人的交易 那当然也有讲到羞愧跟暴怒 是 刚刚其实也说到了一些 那这里面其实你讲到一个面子问题 男人为什么那么爱面子 其实男人因为后面有个人叫自尊嘛 就是我的一个家族治疗的老师 讲过一句话 他说 华人女性的挫败在于被视为自私 而华人男性的挫败在于被视为无能 就是 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OK再讲一次 华人女性的挫败在于被视为自私 就是女性 你不可以被当成自私 就是有人觉得我是自私的 就是我很糟糕 对通常被骂自私 女生被骂自私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你竟然去上社区大学的课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都不回家顾小孩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竟然去上才艺课 对对对 这种东西的时候 女生很容易被狗到这个感觉 对对 而男生比较容易被狗到的呢 他们的挫败在于被视为无能 就是啊你不行啦 啊没用啦 啊这个男生怎么到现在都这样子 真的很烂耶 很糟耶 真是没用 这个没用的感觉 其实对男生来讲是特别强烈的 因为男生的确某个程度上 特别直男啦 他有一个那种强 就是我们就是很想变强 然后呢少年漫画也都是这样 就是我要努力特训变得很强 然后让大家美话说 然后就会有人爱我 然后我就会很顺利 有一个这样子的想象的一个叙事在里头 以至于因为面子是什么 没面子其实就是被人家踩一下 被人家酸一下 被人家戳一下嘛 很多那个广告啊 以前那个我忘记是哪一个广告的 他们就在讲 男生在一起面喝啤酒的时候啊 就开始说什么呢 我呢以前呢可以从这里游到那个岛上 对然后呢我怎么样那没什么 然后呢我以前跟你讲两栖部队什么什么的 对然后呢然后那个太太就走过来 然后就开始就冷眼的就说 好一个妻子你都来不及 然后都没有还两栖 对 就我觉得男生 真的是很有趣的 一件一个生物 前两天我老公还在跟我讲 我在跟我老公讲一件事情 后来我老公就 隔了大概三分钟之后 回我来说 男人真的是一种 缺陷很多的生物 其中啊 冲动跟面子这件事情 真的是其中之一 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 今天礼拜四的男女大不同 非常开心 我们聊的是 妈保男使用须知 再次邀请到大兴诊所 临床心理师王佳琪 佳琪心理师来跟我们聊聊 那刚刚其实有讲到 这个妈保男的阴影面 那包括有逃避 那包括有这个好男人的交易 就是今天他对你好 他是期望你回报一些什么的 然后最后我们讲到 就是愤怒跟羞愧 这件事情 那也讲到了男生 就是面子很重要 对那所以男人 很容易被面子控制住 没错 对不对 那如果在 呃 那种愤怒的情绪 那你刚刚也讲到男性很很 最他的地雷就是不能被认为是无能 对 所以是不是很多在这一种关系上面 当你给他的感觉是 你没有用你无能 他就会整个是跳起来的 对那那个羞愧暴怒其实就是台语说的那个 更小 更想去 对 对 那那个更小是什么 就是突然间有一种好像被说得很烂 然后很糟 然后我好像就还被看见嘛 因为有人看到我说 哦你好烂啊 然后他会突然间说 这什么意思 拼什么 然后突然间那个整个怒冲起来的 那个状态在这里头 那其实那个暴怒有一个最麻烦的地方是 就是心理学的一些观察 你看我用暴怒这个词而不是用生气 因为他其实比生气还更强烈和失控 就说生气比较像是 生气有时候它是一个界限嘛 就是你这样太过分了 可是暴怒是什么 暴怒其实是 我已经有一点点我们叫做解离掉 就是我已经没有在管现况了 我反正我现在就觉得超火大 然后不把对方灭掉 不把对方打扁我 我不善罢甘休的那种东西 它是一个很失控很强烈的感觉 所以他其实是很有伤害性的 我们很多社会新闻里面讲到这种危险情人 恐怖情人啊 其实都可以看到他有一个那种 件小之后那个灯上去 然后做的事情就很难挽回 然后会上社会新闻的那种状态 而且如果今天他是在夹在 就是说母亲跟另一半之间 我觉得通常大家会发现 就是好像暴怒或者是 他的对象会是对太太 而不是对母亲 我在想为什么 如果是这样以源头来讲 母亲可能不会去指责儿子 有些也是啊 我看那个连续剧里面也是会有 也是会有 会指责儿子说 啊你就你你你你 你连你太太你都你都没有办 拿他这样子 你讲的话你太太都不听啊 你这做老公的有什么 但我觉得可能现实生活中这个比较少 妈妈对儿子讲话的那个姿态还是比较软的 但是另一半对他是指责的比较多的 你没有用啦 你就是你只能听你妈 你就是妈宝啦 这种会造成暴怒的话 大概都会在太太这边出现 我的观察是因为 另一半可以指责的项目品项比较多 对也是 其实是啊 嗯 对啊 你甚至有些人心狠手辣一点 你可以指责性啊 哦 光是指责性那个就是把男生往死里打 哦 好可怕 好 对所以后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 妈宝男的阳光面与阴影面 感觉阴影面 呃不是阴影面比较多 而是阴影面因为是我们要讨论的 让你痛苦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讲多一点 但其实也是有好的阴面 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就是好处坏处 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你不能说我只要这一面 不要那一面 嗯 那呃 怎么去分辨 因为其实在书里面呃 这个心理师有写了很多例子 嗯 其实很多例子是 最后是好的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在跟他们聊了 然后帮助他们去了解他的呃 男友是哪一类型的之后 去理解他的状况 给予他的需求 那其实他们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去走的 那 但是你还是有把妈宝男做一个分级表 对 而从这个分级表里面 我们可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哪一个是还有旧的 没错 对不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部分 嗯 我的分级表就分成三块 就是轻度 中度 还有重度 嗯 那简单来说的定义 轻度是什么 轻度就是还没有长大 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那还没有长大意思说 有时候他就是很习惯嘛 他是男孩 他黏着妈妈 可是他不是刻意要抓着妈妈或妈妈抓着他 就只是 我们以前都这样啊 那应该也没关系吧 那也许以前真的没有关系 可是当你有了另一半 就开始有关系了嘛 所以这个叫轻度 叫做还没有长大 那中度呢 中度就是说 你发现有些人是这样啦 就是另一半呢 陪着这个男孩长大 长大开始跟他说 你要为我也多想一想啊 如果你是个男人 什么事你要做决定的时候 突然发现 妈妈的手就伸进来了 他就会开始说 可是我回去讨论之后 妈妈 我妈跟我说什么 我妈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那我就开玩笑说 这就很像进到那个宫斗剧 就是甄嬛传 又进到甄嬛传里面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中度 那到重度呢 就是呢 有些人不是妈妈抓着他 他自己也抓着妈妈 他就摆明有一种 我就是不要长大啊 我这样子有妈妈帮忙 很舒服很愉快啊 那我就是想要这样子 那这种就是重度的部分 所以他会有分成三个等级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啦 就是轻度 如果你觉得这个关系不错 你愿意陪他长大 当然需要一点耐心 如果陪他长大 他也可以长大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关系 就是你们可以考虑继续 中度呢 我觉得中度的关系 因为妈妈手会伸进来嘛 我觉得会需要看看 你自己有没有那种 甄嬛传宫斗的能力 你以前会不会斗啊 你平常会不会斗啊 那很多人说 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斗 最简单的方式啊 你自己跟你妈妈的相处怎么样 如果你连你妈都处理不来的 处理婆婆是更难的东西 一定处理不来啊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 如果你跟妈妈 是有一些手法手段可以相处 那可以看看 跟婆婆能不能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有时候婆媳联盟起来的时候 那就比较不会有那种 他觉得你是盟友 你不是要把他儿子抢走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那中度那种男人直接抓着妈妈的 我是建议就直接快逃啦 我的建议是这样 因为老实讲就是 人格这种东西 就算我们做智商 很密集的做一周一次 然后很专心的看 有时候做个两三年 都不一定会有改变 那更不要说在亲密关系 不是那么纯粹的工作的关系 然后你说我要用爱改变他 改变这个人的人格 我觉得等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才会有一个说不如就快逃 可是我看到你书里面 其实有写一个例子 他的就是在 你的那个妈保母子关系分裂里面 是第二类 就是是忧郁的妈妈跟这个暖气男 对对对 这个不就是比较是像儿子抓着妈妈的那种吗 但他这个抓着妈妈不是我不要长大 他是我放不下我妈妈 对他有一个落差 所以谢谢这个提醒 就是我们指的重度的那种抓着妈妈 是我没有要长大 我继续当他的儿子当男孩 多好多爽 如果真的硬要跟那个分图鉴来分的话 其实比较接近金孙 有些金孙是这样 对他可能一方面说 干我要做一番大事 我才要怎么样之类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不要长大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很想打他头啊 去讲什么这样子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里面 其实你也有提到在分级的部分 有几个需要观察的 一个很重要你刚刚讲的就是妈妈 到底在这个里面担任什么样位置 他的手伸进来多伸 男人的退化程度 就你讲的嘛 他到底有没有要长大 但还有一个是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 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想来聊一下 就说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能够调整 简单的来讲 也就是说 其实简单 我觉得你写的意思就是 如果他跟你之间就是 你讲什么他也不会理你 他也不会听 你觉得他不会改变 那就快逃的意思 是不是 但这会来到一个更复杂的领域 就是说关系其实是双人舞 两个人一起跳舞 所以比如说对方往后退一步 那你要往前进一步吗 还是你停着 他们会有一个自己彼此的舞步在里头 所以谈到两个人的关系能不能动 其实还会反过来是看你自己啊 你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有渴望什么 或你会习惯害怕什么需要什么 比如说我里面就提到 其实女生有几类很容易跟马宝男相爱相杀 比如说母性很强的 我叫圣母性的 或者是偏强势的女性 有时候会跟阴柔的男性搭成一起 好像一种互补的概念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很常见在那种国高中啊 就是家里不愉快 不温暖 然后找到一个非常蛇灿脸花 很能陪的人 然后就觉得哇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就可以离开我那个不幸的家了 这三种是蛮容易跟马宝男就是相爱相杀 我刚所说的这个也一样适用在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 为什么关于马宝男你没有一律建议分手 你有提到就是说 应该你要穿过这个 你要穿越这个马宝男的标签 去看到这个男生的本质 是不是 然后还有你跟他的关系的本质 就像刚刚讲的那一个舞步啊 那个跳舞的舞步 我们很多时候来伴侣智商的时候 大家来一定都谈的是一种很细微的小事 比如说水槽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到底谁要勤 或是说过了为什么都不勤 那一开始我们也很像包勤天 他跟他一起判说这到底谁要勤谁不要勤 可是久了 或是我们真的在做伴侣智商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看他们讨论水槽这件事的时候 后面是怎么跳舞的 最想见的跳舞就是一追一逃 很像玩鬼抓人一样 一个人就会说你为什么都不做 你为什么都这样你都不用心 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家不爱我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开始觉得一直被攻击 那被攻击我们就想要闪嘛 就一直闪就说没有啊或者解释啊 可能一开始想讨好一下说你不要生气 可是又一直被骂 就开始逃解释然后沉默 那沉默之后这个追的人就更焦虑啊 你什么意思你都不讲话 你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看我就知道你每次都这样 故意的就是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这个逃的人被追到墙角的时候 就会发生我们刚刚说的 就到底要怎样啦 然后可是对于这个追的人来讲说 天哪我这么 就是跟你在讨论这件事 结果你现在生气你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 两人的五步啊 好那当然还有就是你说 为什么不建议一律分手 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面向可以讨论对不对 我觉得最最最最最主要的一个事情是真的是要看你在感情中需要什么啦 因为当然我们都希望对方永远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list上的要求嘛 可是有些人的确他另一半他们是需要在经济上可以互相支持的 也有就是这么现实的 他可能跟感情不完全有关 而是这两个人刚好比如说事业上啊或是合作上 然后也刚好就是两个家庭加在一起经济上可以得到支持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说啊他是妈妈我就要分手 那那个经济的部分怎么办 你不可能always变得出一个可以完美跟你的事业或经济搭得上的人 有些人是这样啊 那有一些我会不建议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会不断跳同样的舞 他不断在找很温柔的男生 然后在找很贴心的男生希望满足自己心里面那种需要 有的时候女儿在找一个爸爸 然后看他可能他的爸爸不是那么好 然后他就想那我要找一个很温柔的人仿佛是爸爸一样 然后他亲密关系找了 可是找了之后这个人变男孩的时候 他也在亲密关系有需要嘛 但男生变男孩的时候 女生就觉得天哪你不是那个爸爸 然后就找下一个找下一个 可是就我们就发现就会鬼打墙啊 因为你就听到最后 每一任好像都有类似的模式 就一开始很好后来就不好 一开始很好后来就不好 所以也会有这种考量 那第三个考量就是我们上一次聊到的世代 对 因为像现在移动了嘛 你就是你整个位移到往妈宝的那个 就是应该这样讲 就是跟母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那人就越来越多 你一律建一块桃 没有人可以选 这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 那我在想 我这个是问你实务上的经验 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说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你甚至人家说什么富二代富三代 妈宝比较多 是这样吗 有可能 可是那个经济条件或说 特别如果说那种七二代富二代 常常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已经做成一个天花板了 这是一件事嘛 这是那个天花板 如果他是那种企业王国的CEO 你要怎么样拼到超过那个 而且就算你拼到了 因为家里会给你资源嘛 所以你最后还是会有一个问题是 这到底是靠我自己的 还是是靠我们家 而且大家一定会就是靠你们家 他就很不爽这个事 那第二个事情是 通常这种创作企业王国的父亲呢 也很少在家 所以那种母亲跟小孩相应为命的几率是高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原因在里头 对确实是有就是以客观条件来说 确实是比较容易产出妈宝 好那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因为要讲嘛就是妈宝难使用须知 那如果说有女生来讲 我相信很多人来找你的都是这样 就是我真的看到他那个妈宝样 我就觉得很烦很讨厌 那还没结婚的时候也许还好 那结婚之后其实是直接影响到生活的 可是我我又离不开 不管是还没结婚的 也可能有一些你刚刚前面讲到的 就是有某些需求我离不开 那结婚之后当然更要考虑的事情就更多 那如果是这样要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东西是讨厌归讨厌啊 那这件事需不需要应对 什么叫做应对 有些东西需要教嘛 有些东西需要管 有些东西需要不要理他 其实他是会有不同的层次在里头的 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关系到说 对啊讨厌归讨厌啊 可是如果讨厌就公审 结果还是回到公审这个问题 对因为低下上升太多了 太多公审了 所以好常想要讲公审 对啊那那就就就就就没有用嘛 因为其实公审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失望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这样讲其实真的是很打破爱情的那种 粉红泡泡啦 可是有时候亲密关系也是一种关于失望的管理啊 对啊你总是会失望嘛 等一下回来我想讲一下这个就是你自己有没有 你手边的案例 有没有就是他他有公审 或是就不管是哪一个 不管是po在这个网络上公审 或是让他的周遭亲朋好友 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男生的反应 OK 有吗 有这样的吗 可能有 想一下可能有 好我想要知道就是你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有助于改善你们的状况 还是没有帮助 但现在就是大家动不动就出来公审已经变成一种常态 公审婆婆 公审老公 公审老师 公审这个马宝 好像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但是他对于关系的改善到底有没有帮助 或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应该做好就是我要跟他猜了的准备了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 今天礼拜四男女大不同 妈宝男使用须知 非常开心 大新诊所临床心理师王佳琪 心理师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刚刚我们讲到就是 我讨厌他的妈宝样 又离不开阶段关系该怎么办 又讲到了你这个说在网络上是要太多公审了 那你自己的案例里面 有没有这种就是po网 或者是亲朋好友公告周知 之后然后男女生之间的关系 我稍微想了一下 发现最后关系都变得很差 对啊 对啊 就是就会开始有更多 就会两边各自po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 就是社交媒体大家都有嘛 你po我也来po 我想到一个例子 不是我实际工作的例子 但之前很红的 山道猴子就是这样啊 对啊 他po了那个山道自己po了 然后觉得说大家一定会支持我 就这个人一定是很婊子的人 结果呢没有想到完全一面倒 然后对方再po一个东西 就直接把他打死了 我觉得很常会有这种 就是大家互po互打 然后互相取暖 然后呢大家就会变成 哦对我支持你 我反对他支持你反对他 可是一样啊一起要过 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过生活的 是你们两个 不是那些吃瓜民众或乡民啊 所以最后大致上都是满伤害关系的 好那怎么办 就是我 我不喜欢这种状况 可是我又理不开 那该怎么办 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说 其实亲密关系有一个很大的角度 叫做失望的管理嘛 那所以其实我们 如果在智商里面 我们都会先跟来的人 探索一件事情叫做说 他那个失望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马宝当然是很可恶 可是什么东西是 这个人碰到马宝时候的点 比如说有 我听过一些例子 有些人的点就是像刚刚讲的 他本来想找一个很可靠的爸爸 然后不要像他爸爸一样这么不负责任 喝酒啊 不回家啊什么的 所以当他碰到天菜男的时候 就觉得我找到了嘛 可是瞬间他软烂的时候 就有一种哇你骗我 你们男人都一样 你跟我爸就是一个样 那这瞬间 当然有一些是来自他们亲密关系的 可是你看有一个愤怒 是他自己作为小朋友的时候 他作为女孩 那个你们男人都一个样 你跟我爸一样 男人就是会骗人 等那个瞬间有一个愤怒 我们叫做创伤 是来自他自己的 那在智商 那我们其实就会处理那个创伤 那就算没有做智商 其实你开始对这件事 有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这个所谓的 课题的分离嘛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在心中 偷偷的对另一半的期望 那可是有些是真的是我们之间的 那是可以调 是可以讨论的 比如说这样做 每次我们都不舒服 都没有结果 比如说要出去约会之前的时候 结果你都说 那我要想一下 或是我要问一下我妈 举例啦 等状态的时候 我不舒服 那这不舒服要被拉出来 我看看对方能不能一起讨论这件事 他这里会有一个讨论的过程 那如果不能讨论 我还是很失望的话 那怎么办 比如说以后就不管了 我就自己写决定好地点吗 还是说我就少跟他出去 但是我们还是维持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有其他的需要 所以这里都会有一个不是那么完美或满意的解答 可是开始有一个事情是 如果现实是这样 现实的确让人失望嘛 那哪些东西我可以往后推 哪些东西我可以争取一点 哪些东西也许是需要讨论 那哪些东西也许我也要听听他的想法 这比较像是成年人的关系经营的方式 那在你自己的资商的案例里面 个案里面 最后是往好的方向来资商 以妈宝这件事情来说 来资商最后往好的方向的多不多 我手上男生多 所以我其实比较大的任务 反而是陪男孩长大成男人 对对对 男生会自己来找资商 我都觉得比较少 比较少 我都觉得资商根本就是女生 女生还是多 可能7乘3吧 7比3吧 那个比例 可能差不多 主动踏入 我说主动踏入资商所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伴侣执商或什么 那是被太太或是被女友带来的 对对对 哇所以你的手上是男生多 对那针手因为也都给我 然后我自己也有兴趣研究啦 真的哦 对然后有一个状态是这样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另一半就是太太叫先生来 对对那这种就是非自愿嘛 对啊 非常像国中生一样 那可是一般他们就会说 就要做夫妻之商 那我们那边的习惯是 我们会说先做个别看看 我们先不排夫妻 然后我就会跟先生先接轨 然后一开始我通常都会直接问他说 你这有真的想来吗 有些人是想来可是不爽 就是我还是觉得要来 因为我还是在意我太太 但我很不爽太太把我这样嗲来 好像我就是千古罪犯的样子 那很多我们男生是这样接轨起来的 我也想把我先生丢过去 你觉得觉得很很我觉得你你因为对男生男生会愿意主动去做资商的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少数吧 他们连跟朋友讲有时候都不一定了 男生连跟朋友就像前面 这又回到我们前面一开始讲的面子 就是好像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 好像让人家觉得说 我搞不定我老婆跟我爸 是啊 另外一个层面就回到我刚刚说的现实 有的时候现实够痛 够危机 反而就来得了 真惨 就是不到黄河 不心不死 不见棺材 不掉泪 好所以 讨厌他的妈保样又离不开这段关系该怎么办 其实老社书里面有写到一些案例 我觉得都还不错 像是我刚刚前面翻到有一个就是 里面有一个就我说的嘛 就是他男友是那种 就第二类的母子关系是暖气难 加上这个 里面叫什么相宜是不是 对对对 你可以讲一下他的状况吗 相宜的故事是这样子 他其实就是 他的另一半那个男友的妈妈 其实一开始不知道 所以就觉得说天哪 为什么男友动不动就要接妈妈的讯息 然后要回妈妈电话等等之类的 结果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他妈妈就是妈妈的先生 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喝酒啊 然后不回家啊 所以这个妈妈其实是很恐慌焦虑无助的 那就像我们说的 他的恐慌焦虑无助 其实他很节制了 他可能只是传一些讯息 然后甚至那个细节我没有写在里面 但是他那个 他甚至他不会叫儿子一定要回 他可能会说他没关系 我只是想跟你讲一下 对 但当然 儿子就会觉得不行嘛 因为这个 他整个是很depressed的 很忧郁在那里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 我一定要做些什么 我要问他你还好吗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变得很多 明明是跟相宜两个人相处的时间 结果最后却变成好像妈妈都插进来 可是慢慢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这个妈妈她可以得到一些支持 一些协助 有些是来自相宜的 那当然在那个案例的后续的时候 妈妈其实有来谈一两次智商啦 就是不是很长 通常这个年纪很难谈真的很久 可是有个两三次智商 一两次有人支持他一下 然后懂他的苦 这个时候儿子就不用完全做这件事了 对 儿子就比较可以跟相一起有一个伴侣的关系 就像你之前其实有讲到 就是说通常在这种状态之下 你要看这个儿子本人愿不愿意放一些出去 就是其实也许有人能够担负 他现在必须要扮演的这些责任 但要看他愿不愿意放 对 所以这个还是 还是不是所有的状况都是这么的悲观的 还是有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没有说一律建议分手 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上次其实我们也有聊到一点的 就是没有女生的妈宝吗 为什么大部分妈宝都男生 我们上次其实有讲到一部分 但是我们今天就在讲 妈宝女生 你说上其实有写一点点了 女生的妈宝 其实你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 对不对 其实就像上次讲的 就是说女儿跟妈妈是同性 然后其实最近心灵工坊有一本书 我觉得它标题就是把这一次讲得最好 它就说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当妈后你是公主也是坏皇后 当妈后你是公主也是坏皇后 什么意思啊 其实他在说的事情是当了妈妈之后 你还是有你女儿的面向 那我们说的女儿或女孩其实很像公主嘛 小时候我们有个公主 然后公主好像在一个无忧虑的环境长大 然后想要成为自己的样子 可是同时公主会有一个所谓的 配上一个坏皇后 这在说童话故事里面都有嘛 总是会有一个巫婆坏皇后 好像带着某种嫉妒或是某一种恶意 在说你不可以这样好像在嫉妒她的青春 或是在嫉妒她跟男性接触等等之类的 所以她这里会形成一种微妙的纠葛 这里其实在讲一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母女纠葛特别难的地方 因为母女纠葛绑在一个地方是 这个妈妈有一点点继承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看法 所以像那种强暴迷思 我们讲说强暴迷思嘛 就是强暴迷思就是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说 什么因为是裙子穿的短 所以才会被强暴这种 我们看过骂的最凶的其实都是女生 都是女生长辈骂年轻女生 你裙子穿这么短 小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听起来都会说 收起来一下这样子的 可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其实是因为 妈妈一方面继承了这个社会对重男轻女的 以及对女生的这种观念 一方面她又跟女儿有一种这样纠缠的相爱相杀 所以两个卡在一起 所以她才其实跟母子是很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说真的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 就是说她 你并不是指 妈宝是一个现在大家很喜欢讲的东西吗 我想所有跟妈宝相关的po文或议题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讨论 她已经 她已经其实逐渐取代婆媳 就是再早一点是 婆媳这两个字 大家只要一出来大家就疯了 现在只要妈宝两个字出来大家就疯了 所以从妈宝这里去讨论可是你会发现其实 佳琪心理师她想要讲的东西 不是真的不是只有妈宝 而是其实后面很多 在深入的去探讨一些关系 甚至是世代 就像我们上次有讲到的这个孤儿世代等等的 就是然后我其实也讲到 就是听到最后你就会觉得 父亲在 父亲的角色其实好重要 虽然妈跟宝里面你都没有看到父亲 可是你却发现父亲这个功能 如果他不是个失能的丈夫或爸爸的话 其实妈宝出现的结局并不高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去找这个 妈宝心理学这本书来看 这是大新诊所临床心理师 王嘉琪心理师 要跟大家分享的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那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咯 明天同一时间 生活同乐会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